在香港參與幕後以及主婦後的學生 參加到由北京辦的全國尚亞路的機械比賽 在到一個金手獎三個優勢的好心 第一次的航空也表現 好好雖然主玩比較強快 所在的蘇生的努力之下 在各方面的競賽都盡處到好心 希望全好的蘇生都感到很高興 經過最近三年不斷練習 下過後不知道幾千條的香吉士碰過定水果 再當人出在這時間來 擁定我們的手錄來完成射撤水果的拜託服 陳依儒是這次在香港的金手獎這次 市長對他很很可能和結束的表現都非常好 他也很努力也很認真 我想這個榮耀他應該是他自己 這是他應該得的 那我們老師是我們是從旁一個協助 然後也在隨時在督促他的一些他的進度 表現也都很不錯 所以他有比較好的成績 相信是他努力得來的 那這些同學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來加強 那就是我們訓練一個選手在整個學校的 材料費等等各方面都要發揮很多 那師長要提供更多的心力 那這些同學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 那我們也特別恭喜這些獲獎的同學 在未來他們的技術能夠再更精進 不管是未來升學在就業方面都能夠有好的表現 另外郭三位分別是得到優先的學生 他們對到這次比賽經驗感到消息很多以外 更加強調要感謝學校輸定會用心協助制度 現在能夠榮獲優勝這個殊榮 也是非常謝謝餐飲科的老師 以及我們學校所提供的資源 不僅是我們知道老師給予我們的鼓勵 更是我們餐飲科裡面包含主任 也是給予我們的關懷跟指導 因為學習到很多 然後學校給了幫助 然後對外參加模擬賽 然後就從一開始就沒有 到最後的成品 因為我是就是大家比較不看好 對 那就沒有這樣的成績是大家共同利來的 今年一度有教育部基盤 全國商業隊技術的競賽 是學生隊友從我進步 以及交流技術的好機會 這次在香港四位學生 在四八位參賽選手中得到好成績 也顯示在香港由新教學生過 繼續觀察到